HELLO 大家好,我是Bernard 歡迎來到 BH 爵士琴坊 我在這一集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Secondary Dominant 7 就讓我們先由2,5,1開始講起 在爵士樂裡面最常見的251 chord 它中間就是個57 chord 57 chord Dominant 7 帶起了張力 令到我們可以聽到音樂很自然地去到1 chord 而Secondary Dominant 7 就是將本來不是57的 chord 變成57 chord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它的原理是怎樣 當我們留意2,5,1 chord的時候 我們會留意到 2 chord和5 chord之間的距離是一個perfect fourth 而5 chord和1 chord的距離 亦都是一個perfect fourth 既然是這樣 2和5這個關係 其實是可以把它變成5和1的關係 就讓我們以C major的2,5,1為例 就讓我們以C major的2,5,1為例 我們看到這裡有個D minor 7 去G7 然後去C major 7 如果我將它的2和5 想像成為G major的5和1 我們就會看到有個D7和G major 7 在這裡 而Secondary Dominant的用法 就是我用D7去取替了D minor 7 以至到原本的2和5 由D minor 7和G7 變成了D7和G7 在音樂的效果上 由本來只是屬於C major的2,5,1 就忽然多了一個G major的外來 chord 就增加了和聲本身的色彩 所以我們可以在當中用到 Secondary Dominant 7 換言之 除了用在2,5,1 當然也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就讓我們用C major的Diatonic Chords 來做例子 這裡有3,6,2,5,1,4 在這一組 chord裡面 但有一系列的Perfect Fourth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當中用到 Secondary Dominant 7 換言之 可以用E7去代替E minor 7 A7代替A minor 7 D7代替D minor 7 也可以用C7去代替C major 7 這一類的運用 其實在很多Jet Standards裡面都會出現 就例如這首C Jam Blues 在它完結的時候 我們要有個Turn Around 把歌回到開頭 一般來說我們會用1,6,2,5 所以你會看到有C A minor 7 D minor 7 G7 首先可以考慮用D7去代替D minor 7 又或者用A7去代替A minor 7 這樣這個Turn Around 就可以有不同的組合了 我們就看看大家熟悉的Fly Me To The Moon裡面 看看它怎樣運用Secondary Dominant 7 Bs 然后我们又试试用一首大家熟悉的旋律 来做一下reharmonization 譬如这首Happy Birthday 我们先来听听原本的版本 我们会见到第三四小节C和F是一个perfect fourth 第五六小节F和Bb都是一个perfect fourth 然后之后的尾尾小节Gm和C也是一个perfect fourth 换言之在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到Secondary Dominant 7 在reharmonize 之后就会变成这样 跟着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在曲调逻辑内找不到一个perfect fourth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如何做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C, G7和C的逻辑 G7 和 C 本身就是一个五一 chord 那在这里我可以在第一个小节 C 和 G7 中间加插一个 D7 那这个 D7 就是一个 Secondary Dominant 7 然后我也可以把 D7 和 G7 合平在一个小节里面 然后我可以在它前面再加一个 A7 那你就会见到有一连串的 Secondary Dominant 7 了 当然我也可以把 D7 变成 Dm 7 那你就会见到在最后两个小节就出现了一个二五一 chord 以下来我们又试一下用刚才的技巧来 Reharmonize 另外一首歌 Amazing Grace 我们就先听听它原本的 chord 你会见到在最初这两句里面 只是一组 Perfect Fourth 的 Progression 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位置加上 Secondary 例如第三第四小节 第五第六小节 以及第七第八小节 当我们加了之后 音乐会变得更加丰富 就让我们现在来听听 音乐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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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参考到三六二五一四的变化 我们会留意到可以把所有的 minor 7th chord和 major 7th chord都变成 Secondary dominant 7th 如是者,我们可以把它串成一个圈,我们叫它Circle of dominant 7th 这个圈是跟我们一般古典乐学习的Circle of 5th 有点不同的 你会见到我们是用逆时针方向去看 回言之,如果你有C 7th 之后应该是去F 7th,接着可以B flat 7th,E flat 7th,如此类推 最后回到C 7th 在实际运用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接着下来这首歌叫做Draw 2 在这首歌的B part,你会听到音乐是循着Circle of dominant 7th 转的 好了,临到尾声,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Secondary dominant 7th 的用法 基本上就是指,在两个 chord之间,如果它的距离是一个 perfect fourth 即是纯四度的话,我们就可以运用了 就像下列这些 chord的距离那样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chord改为Dominant 7th 而造成一个5去1的progression 当然我们要留意,在改 chord的时候 要避免 chord和旋律产生撞音 不妨拿一首自己熟悉的歌,尝试一下reharmonize 今集就讲到这里 请不要忘记去like我们的video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会定期和大家分享关于着试音乐不同的课题 你也可以上去HK Keyboard Art Center 的网页 去了解更多我们的着试音乐课程 拜拜